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锂电池充电器 这段是220V输入 这有一个NTC的热敏电阻 上电瞬间的时候给电容充电的 当后边低压电源正常工作的时候 MCU送来启动信号 把这个接电器接通向后级供电 这个位置就是低压电源部分 这个芯片是8022 这个是它的负电源开关变压器 这个是整机的整流桥 中间两个引脚是交流输入端 两边一边是正级输出 一边是负级输出 把电压输出到这两个大的滤波电容上 电容滤波后的电压在310V左右 这两个大的滤波电容是串联在一起的 这两个就是功率管 这个电容电阻还有二级管 相当于第二系电路 这边这个管同样有二级管电阻和电容 与这个功率管的漏极和原极之间并联 这一段这个三级管 包括这边的电阻还有二级管 这个同样的是三级管 电阻二级管 是通过这个推动变压器送过来的驱动信号 加到我们功率管的三级 推动变压器的驱动信号 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板上的TL494 TL494受这个运放控制 同时受这个MCU控制 这个上管的漏极是接我们这个300V 滤波电容的300V上的 下管的原极是接在我们这个 下边这个电容的副极 也就是这两个电容串联 这段是300V 这段是D 上管的原极和下管的漏极 接在一起 接在这个开关密压器 初级绕组的输入引脚上 开关密压器初级另一个引脚 接在这个电感上 这个电感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电流取样电感 这段是初级 这段有次级线圈 把这个电流取样的电压 加在了我们这个小板上 这个电流取样电感的另一个引脚 接在我们这个电容的两个引脚上 这两个电容是并联的 另外两个引脚 接在这两个大电容的串联引脚上 由TL494输出的驱动信号 通过驱动管 加在推动背压器的初级 通过推动背压器输出推动信号 再经电阻三级管等驱动原件 加到我们功率管的三级 使两个功率管工作在交替导通的开关状态 从而使变压器初级产生胶变的电流 在磁心上产生胶变的磁场 感应给后边 后边再通过这个肖特级二级管整流 电容滤波插膜抗干扰电感 抗干扰以后 给我们的后边提供电压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抗通丝 也是电流取样的 同样是架到我们的小板上进行控制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